以赛亚书 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 阿们 我们把圣经打到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 第十一章 第三节 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 行审判不凭眼见 断是非不平耳闻 感谢主的恩典 我们继续来交通 悔改 这一节经文是 讲到耶稣基督 行审判不凭眼见 断是非不平耳闻 上一堂和我们讲到 他审判人隐秘事的时候 就照着福音所言 这个隐秘 隐秘 隐秘事 哪一种是隐秘的呢 看不见的 是不是啊 人用眼看不见的 这叫隐秘 能看见叫不叫隐秘呢 不叫 人知道的叫不叫隐秘呢 不叫隐秘呢 那上堂课我们讲到了 我们这个罪是由亚当犯罪 我们在他的权势下 是不是啊 按照权势定罪 又按照权势 四乘一 所以亚当所犯的罪 是外表肉体看不着的 平时我们这个肉体的过犯 能看见 这不叫隐秘 只有那些人不知道的 人看不见的 这个罪根本表露不出来的 但最后这个罪 可以叫人下地狱 这叫隐秘的 所以亚当在伊甸园里犯完的罪 这一个举动 就把全世界人都带到罪里头 人人都因着这一次过犯而死 但今天整个教会中 来处理这一点密罪 这个 这件事很少 都是处理什么 你今天发血气了 你今天骂人了 你今天打人了 都是处理这些事 按圣经上帝兴击 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不但是打人 而且杀人的 是不是啊 进迦南地把迦南七族全部灭尽 杀亚马利人 杀菲利斯人 那么今天人处理的什么 神行审判不凭眼见 他不是看见你今天犯什么 就审判 不是这个人的罪多 就受审判 上堂课我们讲 《路加福音》第13章 有人把 比达多是加利利人的血 掺杂在记忆中的事 告诉了耶稣 耶稣没有说这些人罪多 所以受制害 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人 比住在那些重加利利的人更有罪 所以受制害吗 不是的 就否定了 这一堂课我们要讲这个隐秘事 隐秘事是什么事呢 在你生命中 是不是啊 亚当这个罪是在你生命中的 他为什么会在你生命中的 就涉及到什么问题呢 我以前讲过了 两约 是不是啊 神是按 约 来定是非的 为什么叫旧约 为什么叫新约 新旧两约有什么区别 旧约是跟 我们上古时代的那些老祖宗立的约 新约是跟我们立的约 所以新旧两约 一个是称义之约 一个是定罪之约 一个是公义的审判 一个是上帝的慈爱 新约是彰显上帝的慈爱 旧约是彰显上帝的公义 这也叫律法之约 这也叫恩典之约 神按照这两个约来定罪 看在哪个约里头 上一堂课 我讲的 看在哪个人里头 你在亚当里 在哪个约里头 你在基督里 在哪个约里头 在新约里头 那么你在基督里 在新约里头 不被定罪 你在亚当里 在旧约里头 必被定罪 所以上章给我讲的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在基督里 众人也都要复活 那么这是涉及到什么 耶稣洗上死的架 洗净人前约的罪 这前约的罪 就是隐秘的罪 隐秘是别人没发现的 而且在你生命中间 给你生命造成了最大的危机和危险 就是哪个罪呢 亚当所发的罪 在伊甸园里头 这罪上帝算在你的头上 你为什么算在你的头上 因为你是从亚当生的 今天就逼着你离开 前约老亚当那个根 叫你换根 你要不从亚当里出来 换上基督的根 你死定了 就算你改 把自己的肉体改到什么程度 也没有办法逃避上帝 在亚当里给你这个定罪 是不是啊 在旧约里头给你定罪 所以今天我们看 看圣经 他行审判不凭眼见 但今天教会中间 行审判专凭眼见 好咱们看 罗马书 罗马书 第三章 罗马书第三章 第二十五节 三章二十五节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 找到没有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心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 宽容人仙实所犯的罪 这个有个仙实 隐秘事就是仙实 仙实所犯的罪 这个仙 很多人把这个仙解释成什么了呢 仙实啊 解释成什么了 解释成我信主以前的罪 仙实讲我信主以前的罪 那么上帝定罪 不是按照你信主前信主后 不是按照你出生 你做出善恶的什么 对不对 神解释成人 也不是按照你做出的善恶 神定罪也不是按照你做出的善恶 你信不信 我敢说神 今天我们被定罪 不是因为我做出了善恶定的罪 我称义也不是因为我做出来的善恶 而称义的 对不对 我马说第九章 跟你做出来的一点关系没有 神审判人 神拣选人 跟你做出的善恶的一点关系没有 第九章第十节 到第十三节 知道了吗 好 第九章第十节 不但如此 还有历百家 就从一个人 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一撒回了云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做出 这根生出来善恶 做出善恶没关系的 那么现在教会中间解决的就是生出来的善恶 难道他们不看圣经吗 他们眼都瞎了吗 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招人的主 是不是 这里面讲得很清楚 因为 不但如此 还有历百家 就从一个人 历百家从以撒回来云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能做出来 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已经把人的行为抛在外里 你被定罪的 和你的行为没关 你被诚意的 和你的行为也没有关 你不要把你出生以后 以前当成今天 蒙恩标准 你蒙没蒙恩 和你做出的善恶有没有关的 没关的 那我现在我就这么信 我怎么信呢 我信主以前的罪呢 赦免了 我信主以后的罪呢 还没犯出来 这里面明讲的 双子还没有生下 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这人都悖逆到什么程度了呢 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和人的行为没有关系的 人被定罪在母父里就被定罪了 人被定罪的 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被定罪的 为什么不讲这件事呢 整个教会把弟兄姊妹带到误区里头 把整个下面的信徒全部误入歧途 是不是误入歧途啊 整个把教会带到邪路上去 跟这教会一点关系都不挂 那先师所犯的罪是什么 是我信主以前的罪吗 是不是 不是 是 他们硬出来 那我硬往这上面安的 我信主这是我 我能活八十岁 我信主以前这四十年我犯了罪 这也赦免了 我信主以后这四十年呢 还没赦免 所以什么时候犯了 什么时候赦 什么时候犯了 什么时候洗 这是不是一个误区啊 是 犯一点洗一点 犯一点洗一点 这种赦罪方法 不是圣经的方法 也不是神教他的 也不是圣经末世的 是他自己误认呗 他误认把现实解释成什么了 我信主以前 但那圣经现实是指亚当先前犯的罪 先前时代 是指旧约时代 上边用两个约 这个先前时代就是旧约 末后时代就是新约 是不是 我定罪是在前约被定罪的 我称义是在新约被称义的 对不对 那怎么跑到个人身上去了呢 跑到你妈生下你这肉体上 你这肉体是后出来的 你还没能出来肉体的时候 你就有了罪了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说这句话的时候你还没出声呢 耶稣在实际上洗罪的时候 你还没出声了 就说他洗净了人的罪 有没有你 有 有你啊 这跟你今天肉体所犯的罪 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了 这句话 亏缺了神的荣耀 这一说这句话的时候你还没出声呢 这是在2000年前说的 世人都犯了罪不包括你吗 包括了 是你做什么坏事的吗 不是的 谁做的坏事 亚当做的坏事 亚当做的坏事 所以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大卫说我在母妇里就有了罪了 这罪不是你出声犯的 而是你这就有了 是不是 你在母妇里 你还 你妈在怀着你呢 你就是个罪人 不是犯出来的 谁给你的 亚当 你是借亚当的光成为罪人的 你要借耶稣基督的光成为义人的 是借光的 对不对 你怎么成为罪人你都不知道 你怎么解决罪呢 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你怎么去解决死呢 你怎么在这个世上你怎么被咒诅的你都不知道 你怎么解决咒诅的问题呢 你不知道你怎么解决呢 我们解决的是知道的事 是不是 那么这件事情没有人看见 亚当犯罪的没有人看见 我记载在圣经里说 耶和华跟他立约的时候 他委了约了 那么今天涉动委约的问题 谁委约谁被定罪 谁委约谁被定罪 新年要好处神跟个人立约 旧约只要委了约 因为他是律法之约 一个人委约就可以牵连到所有的子孙后代 包括摩西律法 都包括自父及子三世代的报应 但今天呢 新约只能跟个人立约 谁信就救谁 是不是 谁不信的只能影响他自己 不影响别人 你听不听懂 听懂了 新约只能影响个人 不能影响所有的人 新旧约就在这个地方 旧约只要一个人犯罪了 所有人就被株连了 是不是 就像过去那皇帝是 谁家犯了罪就株连九族 过去那个皇帝 假如说大臣要犯罪了 把他家主要满门抄的 是不是 一个也不能活 活一个留一个月活种 最后他们起来复仇 就没办法 所以就 诛杀他全家 听没听明白 旧约的律法就是这样的 亚当一个人犯罪不用你犯罪 你在他里面 你就已经是罪了 你不用亲自犯 只有他犯一次 就够你喝一壶的 是不是 就够你死一千次一万次的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因为世人怎么犯了罪 就在亚当里犯了罪 所有的人在亚当里借了这个光 你看合理不合理 你看合理不合理 如果旧约没有瑕疵 就无处寻求 新约了 有没有瑕疵 有啊 神今天叫你 因为他们明明知道 你是无意中间 跟亚当借的光 借了什么光 借了罪的光 也借了死的光 借了咒诅的光 是不是 紧接着上帝就要叫你 无意中间跟谁借了光 新约就跟基督借了光 你要借哪个光 你要说借这个光 还是要借这个光 要是借耶稣光 就解决了前面亚当的问题 现在亚当的罪这个问题 谁也不想面对 因为看不见他 谁看见亚当犯罪了 没看见 没看见所以他就不注重 他注重什么 我今天生下来做出那善恶 你刚才那些牧师长老都这么讲 你看你骂人了 你打人这不是犯罪吗 是不是 他解决的都是什么问题 鸡毛蒜皮的 是不是 他解决都是一些不重要的 上帝说 你只要跟我立新约 前约的罪 我就给你写约 咱就这么立约好不好 好 神就这么跟咱们立约 你只要把这个约立成了 你跟上帝立约 跟耶稣基督立约 把这个约立成了 前约的罪就给你解决了 阿们 你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前约的罪解决了 你肉体的过犯就不再追求了 我不再纪念你们的罪钱和你的过犯 这是主说的话 我不再纪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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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能过犯来带你 我就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 即使出于恩典就不在乎人的行为 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 神就这么跟你立约 行不行 行 太好了 愿意吗 愿意 必须解决的这个问题 这是亚当的问题 前约的问题 前约遗留在我们生命中间了 我上次讲这么个例子 你为什么 能接这么长的罪 你可别在我里头啊 我生先 生先以后呢 我这四十年犯的罪 是吧 我四十年以后犯的罪 还没犯出来呢 什么时候犯什么时候洗 你那叫傻瓜还你饿 你不是傻瓜嘛 最笨的就是这种人 而这种人在教会中间还多呢 多不多 拿耶稣保血去洗新约里头 人肉底的锅饭去 咱们会一点一点讲 肉底这锅饭怎么处理 先把这个主要矛盾解决 再解决次要矛盾 这是次要矛盾 听没听明白 听明白 你看那不信的人 尚且知道主要矛盾 次要矛盾 他尚且知道哪个是主要矛盾 你说国民党共产党打仗的时候 日本人就侵略中国了 就开始了 就大踏步的南下 把整个东北变成满洲国了 是不是 肃起来个溥仪 作为满洲国的皇帝 幕后的皇帝 是不是这样 并且日本那个铁街 大踏步的往南方去 往官里去 占定了山东半岛 是不是 占定了河南 占定江苏 上海 甚至在南京 爆发了南京大屠杀 这个时候 共产党和国民党 这个矛盾就属于什么 次要矛盾 那么日本和中国民族 中华民族这个矛盾 就是什么矛盾 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 因为马上中国人 马上就成为王国奴了 你不是共产党 国民党的问题 那日本人他只要见到中国人 就是直纳人 直纳人就打打的坏了坏了 死了死了的哟 是不是 现在你看不清楚哪个是主要矛盾 哪个次要矛盾 我说你这个人的神情都有问题 因为世人尚且知道 世人国共合作 是不是 不管你末中间有多大矛盾 合作 必须一致对外 他们尚且知道这件事 我发现现在的基督徒 他比世人还蠢笨 比世人还愚昧无知 这是个主要矛盾 因为上帝要按一个人定罪 按亚当的一个人一次过犯而定罪 竟然有人就把这一次过犯给忽略了 是不是主要矛盾 这是上帝要面临要叫你下地狱的这件事 这个矛盾 我肉体上这个过犯 这不是主要矛盾 这不是主要罪 主要罪在这儿了 这个病嘎的在这儿了 是不是 你这脸上长小 九四 你天天补到这个东西 是不是 但你里面长得一个致死的肿瘤 你没注意 那致死 那肿瘤是能叫你死的 你天天鼓的这个 这个地方有病 有个痘 那痘是表皮上的 但你里面那个不是表皮上的 能叫人什么的 就是什么 丫头 这个就是肿瘤 就是毒瘤 如果你不把这个毒瘤出去了 都得死 是不是都得死啊 是 那为什么不解决这个问题吗 为什么有许多人就糊涂到这个程度了呢 难道这一点就看不到吗 把外面 把里面得解决了 外面自然就没有了 耶稣说把背盘里面刷净了 外面自然就干净了 说没说 说了 那法利赛人专门给 涂抹外面的 刷外面 净洗净背盘外面 里面却装满了污沟 这是耶稣基督举的例子 这例子你看举的 好不好 恰如其分的 把这件事情 给说明出来 正好今天的教会 也步入法利赛人的后尘 正好是走法利赛人的路 天天洗脑洗外面 洗外面的 外面的本身就是 卑贱的器皿 你怎么洗他还是卑贱的 你洗了他也不能进天国 你洗干净了他还 到时候他还有 他是卑贱器皿 他就是卑贱器皿 卑贱器皿上帝就用方法 最后呢把这个 卑贱的器皿给除掉了 就完事了 神给你除 不用你着急 你先把里面同意 跟上帝先立立约 立完一边上帝说我不纪念了 我不纠察 是不是 这不是道吗 这不是生命之道吗 啊 这不是人编出来的 谁说王爷浩鼓吹的 那这个人就在鼓吹呢 这根本不是王爷浩的话呀 是不是 这就是圣经理的话 他为什么不敢圣经理 他不敢说上帝耶稣基督鼓吹的 他说王爷浩鼓吹的 因为他为什么不敢说 那他嘴上号称还韩中官 所以他不能说耶稣鼓吹的 其实看不看圣经 他压根他就没看圣经 就反反道的人 反对真道的人 这些人根本压根不看圣经 把圣经放一边去呢 自己想怎样就怎样 这叫什么 偏行 个人偏行己路 反道 背道的人 根本跟神的道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感谢主的恩典 双子还没有生下 三个人还没有做出来 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 他都告诉不在乎了 你又去在乎了 谁违约了 谁违约了 谁违约 他不在乎你在乎了 这约上就告诉了 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钱和他们的过犯 是不是 那你纪念了 谁违约了 人违约是神违约了 谁纪念谁违约 你得看看他说什么呢 你得看看这位跟你立约的主他在说什么 你必须记得清清楚楚 我得拿着这个约将来去面对上帝 是不是 神跟你立约 你都不知道立约的内容是什么 将来你怎么跟上帝俩对 拿着这个约跟上帝俩对 是不是 因为他跟你立约 你必须跟你立完约 双方都得守约 有一方不守约 这个约就得怎么样 是 废掉了 是不是 有一方不守约 这个约就废了 这双方守 合同得双方守 谁也守 你也守 但你守前必须得了解 这约上到底讲的是什么 这约上签订的是什么条约 对不对 马关条约 对 割中国哪块土地 是不是 尼不处条约 割这是哪块土地 伊犁条约 割这是哪块土地 你都没搞清楚呢 是不是 约呀 约就是条约 条约就是 有一方要付出的 有一方要承受的 对不对 对 你得搞好这个约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上面内容是什么 有的人连看内容 我信主以前罪洗净了 我信主以后罪还没犯过来 所以刃还没洗 照你这么说 这盛情矛盾了 把这些格上翻开 西伯来书第一章 照你这么说坏了 因为他洗净人的 所以坐在高天之大者右边 你还没生出来呢 他就说洗净了 你把人这个思维 活在这个时空中间这件事情 跟神在永恒界 给怎样了 给对立化了 是不是 给矛盾挖了 神说这个话 挖时空说话 你今天信 信心也是超时空 超眼见的说话 有信心的人 就是超时空 超眼见的说话 好 第一章第三节 新来书第一章第三节 他洗净了人的罪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全能的命 他洗净了人的罪 他洗净了人的罪 他洗的是谁的罪 人的罪 洗净了 洗净了吗 洗净了 那按他这么说 没洗净了 按这种说法 洗没洗净了 这明明说洗净了 洗净了是完成了 还是未完成 完成了 洗没洗净 洗净了是完成式 是过去式 不是现在进行式 现在整个教会信的是进行式 我前面洗净了 我这边饭边洗 是不是再进行 就把上帝已经洗净了 这句话给什么 推翻了 这不合我的理性 不合我的想法 不合我的意念 所以我把上帝洗净了这句话 给他怎么样 勾了 勾了怎么办呢 你勾了你得死啊 你得付出死的代价 是不是 对 你把上帝话勾了 他说洗净了 你说没洗净了 边饭边洗 错没错 错 他跑哪里头去洗去了 跑肉体去洗去了 是不是跑肉体洗去了 所以他跑肉体去洗 这猪洗净了还会滚 狗吐出来还会再吃 他洗净的是老亚当老旧人 去跑肉体去洗碎去了 但耶稣的血是洗肉吗 不是 洗哪儿 洗肉 洗洗 西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 就洗心 洗心 但他给洗哪儿了 洗肉 错没错 错 他洗地方都洗错了 人家给他最好最好上好的几千 块钱买的化妆品 他往哪擦 擦脚牙子 他哪儿去了 擦脚 他脚上去 那化妆品我哪擦 他脸上擦 我脸不擦 错没错地方 错 错了 化妆品我哪擦 我脸不擦 我脸不擦 我头上擦 错 错没错 错 会不会好看 不好看看不懂 啊 擦头上去了 对不对 不对 你看这傻瓜 你说这真就有傻瓜 这傻瓜不知道怎么了 怎么傻到这个程度呢 尤其一个在缺陷的人 他也不知道 把上帝话给勾了 他说洗心呢 他说的 那是神说的 我说没洗心 我认为 我感觉 我觉得 没洗 为什么 因为不合我的想法 你看我来犯哪 这哪儿洗心了 是不是这么想的 他是不是这么想的 是 一定是这么想的 肯定这么想的 他那想法都能给他采通 为什么今天 都教会 很多的教会 特别越宗教里都越厉害 抵挡真道的越厉害 他听不进去 所以他想法上法抵挡 你要说神说得洗净了 他能跟你玩命 你要说神说的 神说已经洗净了人的罪 神站在 超时空中间的 永恒界中间的 说洗净了人的罪 不受时间 不受历史 这个道就不受历史 不受时间 不受理性限制的 跟理性没关系 对不对 耶稣上十字架那时候 我没生出来 生没生 没有 那么耶稣上十字架呢 前一个的人都死净了 对不对 我还没生出来 一部分是死去的 一部分还没生出来 还有一部分正在地上活着 耶稣上十字架了 他洗净就去死 什么样的人 死去的 还正在活着的 还没出生的 他洗净了全世界 所有一直到耶稣基督来 洗净了人的罪 信没洗净 洗净你信不信 你要不信就被定罪 你要不信洗净了你的罪 你一定是被定罪的种类 被定什么罪呢 因为他洗净你不相信 他洗净罪就告诉你 不要埋怨亚当了 我把亚当签约这个罪给你洗了 给你赎了 行不行 我给你赎了 行不行 你别埋怨亚当 咱俩一定立行约 就拿亚当这件事跟你立约 我洗净亚当的罪 咱俩再立个约 我把亚当 从前给你带来这个罪 洗净了 这亚当的罪不算了 你信不信 你要信了就不被定罪 你要不信就被定罪 因为我跟你立约 你尚且不信 我用亚当 我洗净亚当这个罪 你都不相信 所以你被定罪 被定什么罪 你不相信 我洗净了亚当的罪的这个罪 这就叫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他的人 罪已经怎么样 已经定了 听没听明白是啥意思 听没明白 这是绕吗 不是 这根本不是罪 这就这么回事啊 神用洗净亚当 这件事跟你立约 就看能不能接受 他说他洗净了人的罪 那洗净人的是哪个罪呢 九章十五节 九章十五节 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宝 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 便将那蒙昭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 为此他做的是基督做的是哪个中宝 是做新约中宝是做旧约中宝 那洗罪是洗前约罪是洗新约罪 看好那个经文就在那放着 他熟的是前约的罪是熟的是新约的罪 他熟的是新约里今天肉体的货犯 还是熟的是前约的罪 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 人那时候你还没出生 但是亚当犯罪你就在前约 已经跟他有份了 你为什么跟他有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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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鱼你说 这条鱼呢肚子里全是紫 生没生出来 没生出来 没生出来之后呢 他就游到一个有毒的那个河里头去 中毒了 中毒了他中毒只中了中毒 中毒了 生出来一个鱼仔就是有毒的 生出来一个就是有病的 生出来一个就是有病鱼 假如这鱼啊在大水里头 就把这鱼仔都生出来 他自己游到那个小河沟有毒的河沟 只能他自己中毒 因为他把这些鱼子都已经铲出去了 听没听明白 鱼子没有毒 鱼子就在那大水里有没有毒 谁有毒了 这大雨进到水沟里 有没有毒了 有毒了 但亚当今天呢 是在未生下我们以前犯了罪的 犯完罪之后才生下我们的 你说你有没有毒 有没有罪 有罪 有罪的人做什么好事都是有罪的 有罪的人上帝剥夺了你做好事的权柄 你没有资格做好事 你没有资格 你只能有等着上帝来救你 是不是 你没有任何的资格去做好事 因为你是一个毒人 你是个病人 你是个恶人 是不是 恶人献祭就像该隐啊 献祭以为有话所证明 恶人的怜悲也是残忍的 恶人做好事是坏事 做的越多越坏 听一听懂啊 听懂了 你说病人 你现在长大麻烦 你上医院 你上医院 你跟 挨个儿跟别人治病 谁能让你治 啊 你本身就不截定 碰着你就会传染 是不是 你别说那个大麻烦 现在你得了非典 你上去截定 你说我得非典了 你看有人敢不靠近你 那比非典还厉害呢 完了之后拿一个手拿一个馒头 说哎呀大伙吃馒头 我这有馒头 吃馒头 谁能接你的馒头 因为你得了非典了 吃完就会感染的 听没听明白 因为你是一个有毒的人 是不是有毒的人 是是 恶人做好事 去怜悯人 拿着馒头 别人也不要 就像什么 有传染病的人 他手里拿什么东西 你都不肯吃 是 听没听明白吗 你都不识 上帝要不要 要不要 谁要不要 谁也不会要的 这很明显的 对不对 你必须把毒解决了 你是健康的人 你是健康的人 你拿东西别人才肯吃 是不是啊 是 有的人他怎么就这样呢 我就纳闷 这简单的道理 这道理简不简单 简单 简单 耶稣做的是新月的中宝 不是做旧月的中宝 旧月中宝是摩西 新月的中宝是基督 基督做的是新月的中宝 但熟的不是新月的罪 那是前月的罪 人正好今天去熟哪呢 熟肉体的过分 正好跟上帝的旨意 正好是怎么样 背道而驰的 正好是背道而驰的 耶稣熟的 洗的是新人去洗肉去 正好跟上帝说 背道而驰 是不是背道而驰 我跟你说 这些背道而驰的人 你问他的驰 你问他的驰 都跟他的恶性上有分 你信不信 还彼此 罪人彼此问驰 早上好 煮内平安 你在煮里吗 你还煮内平安 不害臊子吧 在煮里的吗 什么是在煮里 什么是在煮里 最喜庆的人 是不是 是 以前最前约之时 所犯的罪 行没喜庆 现在不让你想 想我今天我犯你罪了 现在去想这件事 就是 一族基督做新约的重宝 既然受死 赎了人在前约之时 所犯的罪过 行没喜庆 书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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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是死的罪 绝没解决 解决 如果这个没解决 她说 洗净了 你按照肉体看 这没洗净我还犯 你看你洗没洗净 你本身根本没相信洗净 她洗净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之大这 完没完成 他说的是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的 好不好 你的信也必须相信 我前约之时老亚当的罪已经洗净了 如果你没洗净 你就不能注重这个 你就不能注重我新约我犯什么罪了 我现在生在新约里头 但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 我向罪看自己已经死了 对不对 看好了 我讲完了 如果你听不懂 你没听明白 你还终于转 我讲完有的人也照样转 跟我走了 那个人走半年多了 照样还转 因为魔鬼不让他听懂 一旦听懂上天堂了 完不完 天堂就多了一个人 地狱就少了一个人 魔鬼他不能干 魔鬼他把他自己那位人 迷惑迷惑 我给你转圈转圈转来转圈给你转迷惑 转迷惑你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你把东就当着西 南就当着北的 转向了是不是 现在你必须一件事回转 你往那么灭亡的路走赶紧回转 赶紧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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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转向神 神要转向你们 真正的悔改是转向 你原来那种信仰是错误的 是没有圣经依据的 是自己发明的信仰 人为的信仰 你自己信仰 那些牧师他自己都 给你 他自己都下地狱 他能把你领到哪里去 耶稣说 瞎眼的顶路都掉进哪里了 掉坑里去 一定会掉坑里去的 所以你不能跟着人家赔绝呀 秦始皇死了你赶紧跑 你别跑跟前说 看秦始皇啥样 叫你去给陪葬去 你来吧 激光的 他说抓谁就谁给陪葬 那些个年轻小伙子被抓住了 都给戴上帽子了 完了到那里 给秦始皇干什么呢 当兵马俑 你以为吗 是真的 秦皇死的时候 有多少陪葬的 有多少 谁能找到秦始皇的坟墓 谁也找不到 他为什么找不到呢 到那地方挖坟墓那群人 我赖得够钱 赚点钱 一人给你们 多少钱呢 给你们一个元宝 那一人给你们一个金条 去了 哇哇哇高枪 给金条 发金条了 都过来过来过来 都过来了 正好那个坑子 挖出那坑子 其实那坑子不是 不是秦皇坟墓 把秦皇坟墓也挖好了 坑子也挖好了 这边再挖一个坑子 他们自己给自己挖一个坑 最后呢 后边的人 上来打枪 啪啪啪啪 全部杀死 呱呱呱全掉进坑里 把挖坟墓那群人给怎么样 买起来 没有人发现是秦皇坟墓 第二伙把他们打死的时候 又回又出来一伙 清晰把第二伙人 把用枪刺死那些挖坟墓的人 这群人呢 后面又有枪 对着他 家里边叱咖啪啪啪啪 叱咖啪啪啪 都掉下去了 再买钱 得买五六五六伙人 听没听明白 今天好啊 咱们都给秦皇送账了 都要小伙 都年轻小伙 都挖死了 去了 你不知道呢 怎么回事 就去了 去了 只要去了 去了就給錢,只要去了就給一根金條 抓抓抓就去了 去了幹什麼去了? 進去了上墳墓裡觀看觀看,到墳墓裡觀看 到淡淡那個地方觀看 兵馬,好多的兵馬,最後外面門被封上了 就在那裡等死,就給錢黃陪葬了 是不是,被騙了? 被騙了 想出來,能不能出來? 永遠出不來了 憋死裡頭了 那麼今天有多少人給侮辱歧途了 都掉到哪裡去了?老亞當這個罪裡頭了 是不是啊? 就跟那老亞當這個老母魚給借光了 你今天必須從他裡邊出來 這是墳墓,這是死人窟 你要不從他裡邊出來 你今天就在肉體裡活著 到耶穌基督來,都不認識你 你怎麼信的? 信,洗淨了,信出以前的罪 信這以後的罪還沒免 是不是?什麼時候發的,什麼時候洗 還是信,他洗淨了人的罪 洗淨了人的罪 你敢肯定洗淨了吧 你不要緊 真正的悔改就是從這個開始的 我今天跟你講這個悔改 你從這個地方開始入門 哪怕從前你都沒明白 今天跟你講 我把聖經的章節給你插出來 洗是洗 乾淨的罪是洗 洗淨的這個,老雅丹給你留下這個肉體呢 這死刑是除,不是洗啊 是聖經裡說的 看哪神的高陽,除去世人罪孽的 一個是洗,一個是除 那死刑怎麼辦 你不要,把主要矛盾解決了 那麼四要矛盾 誰也照樣給你解決啊 他永遠是救我的主 他永遠是救我的主 我首先呢 必須回歸聖經 先明白,前面的罪是洗,是熟 心靈的罪是洗,是熟 肉體的罪是除,是滅絕 這個啊,還不明白 明如明如,清不清楚啊 你先別往別人想 你先別想,那我這肉體還有過範呢 那不罵人,不打人,你先別管這個事 神說的話不會反悔的 是不是啊 他說,雨雪從天而降 並不突然反悔 是不是啊 那麼主的話也不能突然就說悔了 好不好 他既然愛你,鹹血你的 既然洗淨你的罪 你就相信下面一系列的問題他都能解決 這都是問題 而且是當今教會不能處理的問題 處理不了的問題 很多人也都在這個問題中間 都卡在這個地方 很多人都在這個問題上出現毛病了 所以他們不懂怎麼辦 這個罪怎麼辦 再犯罪怎麼辦 警察會有人這麼問 是不是啊 那麼再犯罪怎麼辦 你就敢說你不犯罪了 誰敢說誰不犯罪了 你看 這個人主要矛盾解不解決啊 沒解決 那現在咱們就解決主要的罪 主要矛盾 好不好 肉依的行為你先別管 下面緊接著 先明白這一點的 等我再給你往下講 行不行 這一個一個講一下 因為這都記載在聖經裡頭 不能跑了 這話不能突然沒有了 是不是 好 咱們就先把第一個問題解決 他洗淨了人的罪 你信不信 你要信他洗淨了人的罪呢 神就跟你立約 就立這個約 他洗淨了人的罪 你要相信的 你跟神立約 就已經成立了 好不好 好 他洗淨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邊 洗淨了 不管我肉體有沒有什麼過範 都是洗淨的 他跟肉體的過範 洗淨不洗淨 跟肉體有沒有過範 沒關係 因為他洗淨的時間 看不見的罪 就是亞當 他一點點的罪 但你肉體有過範 這是能看見的 你先別管這個事 上面還有應許的 有沒有 有沒有應許啊 有應許 咱們就抓住他說洗淨了 這句話是肯定的 這不叫斷章舉義 這句話是一句完整的話 這不叫斷章舉義 斷章舉義是把一個話給拆開了 不完整的 這叫斷章舉義 對不對 他就洗淨了人的罪 耶穌在十字架洗淨了 他說成了 如果不成 他能說成了嗎 成了這句話就單獨存在 你單獨把耶穌基督這句話拿出來 就單獨就存在 真理 真理他就能有單獨存在的 這樣的獨特性 就單獨存在 成了 成沒成 成了 救恩做成了 所以洗淨了 是不是 完成了 救約結束了 開始新約 他用死 來結束救約 用 復活 開始了新約 是不是 耶穌用 死 洗淨了乾淨 知識所犯的罪 又用 復活 開始了新約 對不對 對 新約是一切新的開始 救約是一切就在結束 聽不聽明白這就忘 對 所以 救約耶穌用死 來解決 新約耶穌用復活 來解決 寫沒解決 解決了 現在在你身上解不解決 解決了 咱現在就要看這個問題 如果是真解決了 那麼咱們看聖經 他就會告訴你真解決了 解決了 為此他做了新約的重保 既然受死 贖了人在前約之時 死犯的罪 從來沒說 贖了人在前約之時 一半的罪 沒有 贖了弟兄姊妹 你今天信主前的罪 你看這是不是 侮辱其多啊 是 是不是中門回的鬼迹啊 看 受死贖了人在前約 跟我這個生出來 這個信主前 和信主後 一點關係都沒有 就按照約 一個是舊約 一個是新約 就按這兩個約 你現在你不要往別人想 好不好 他這上面就這麼寫的 主的話就這麼寫的 他受死 贖的不是新約 我肉裡的過番 乃是贖的是前約 老亞當給你遺留這個東西 那個 骯髒 是不是啊 給你留下那個 病根 沒洗了 洗了 洗完了 洗完了 別去找去了 洗完就洗完了 他贖了人在前約之時 所犯的罪過 這時候你才能 得到什麼 邊叫那蒙昭之人 得到所應許 永遠的產業 永遠的產業 你在那得產業 這個罪沒俗 你說你得什麼產業 你就跑這裡俗去吧 哪個是俗都沒搞清楚 你說這些牧師長老他怎麼活的呢 哪個罪是俗 俗了人在前約之時所來 這是俗 下面這是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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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哪個俗 俗掉的俗 這是什麼 俗出來的俗 俗出來的俗 俗 到現在有許多人沒明白這個理 也看聖經了 但白紙上寫的黑字 並沒有看見神在聖經所應許的話 對不對 你俗完了之後才能得到產業 俗完這個是俗心靈 這是出肉體 看沒看清楚 俗心靈出肉體 啊 清不清楚 俗心靈出肉體 看希伯來書第九章 第十二節 到十四節 看在上面是不是這麼說的 如果不是這麼說的 完好傳講的 就一定不是真道 如果是這麼說的 那麼那些污蔑我的人 他們就是一端 謝謝 第十二節 這節不用三言和牛毒的學 難用自己的學 只一次進入聖所 成了永遠輸罪的事 那麼輸多少 輸一半是輸永遠 永遠 那麼在肉體中間輸一半的 這個人被魔鬼誤入歧途了 他也不是輸肉體 你跑肉體的輸什麼 啊 輸多少 成了永遠輸罪的事 永遠 永遠 你今天是被 你所有的罪 永遠輸了 還是給你留一半 永遠輸了 輸了永遠的罪 你才有永生 永赦了 永輸了 是不是 是 成了永遠輸罪的事 指幾次 一次 只一次 就能輸永遠罪 你相信不 相信 這是個對比 你今天要 在新約裡 跟耶穌基督立約 還在旧約裡 在新約裡 在新約裡 於律法立約 立哪個約 是律法之約 有不能贖罪 還是立恩典之約 一次 就成全到永遠 恩典之約 一次成全到永遠 信不信 信 你永遠是一人了 阿們 你永遠是乾淨的 阿們 耶穌說 洗過澡的人 就乾淨了 阿們 你們是乾淨 在你們中間有一個不乾淨 就是不信的人就不乾淨 犹大就不乾淨 因為身上 犹大身上就不乾淨 因為他不信 他是屬魔鬼的 所以 因此他不能夠 禁天國 洗淨了還禁天國 是不是 沒洗淨能禁天國嗎 好 往下看啊 洗淨了嗎 洗淨了 成全到永遠 永遠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 並母牛毒的灰 灑在不結人的身上 若是倘若 他能叫人成生 說上界叫人成生 身體結晶 何況 基督藉著永遠的靈 將自己無暇無死獻給神 他的血 其不更能洗淨 你們的 洗淨 注意看喔 這個叫最關鍵最關鍵 最愛的這個地方 血洗的是靈 洗的是心靈 括弧裡來 看原文做什麼 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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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沒洗淨 洗淨了 洗淨了 下面緊接著還有話 那有人說 我這還有過範 我這肉底再犯罪怎麼辦 你看 那個罪和這個洗淨良心 這不是一個罪 那叫死刑 是不是死刑啊 死刑是什麼意思 死刑是什麼意思 這個刑啊 刑是行為是不是 死是死人 那肉體是屬死刑 死人的行為叫死刑 那死刑是怎麼辦的 其一是除 除 除完了你們 才能正式適奉 永生的神啊 先洗心 你先別往後面看 再出死刑 你才能正式適奉永生的 什麼 阿妹 心都被洗心跑後面去 那我再犯罪怎麼辦 我肉體還有行為 先被管理 主要矛盾先解決了 心洗沒洗淨 洗淨 洗淨心的人 和沒洗淨的人 有什麼不一樣 他在心裡反應是有什麼 洗淨的人心裡什麼反應 不在覺得有罪 這是最關鍵 洗淨的人已經不覺得有罪 沒洗淨的人還有有罪 因為你心裡沒洗淨 所以因此還覺得有罪 這是第十章 這是第十章 第十章 第十章 第二節 若不然 現今的事 其我早已經止住了 因為禮拜的人 良心即被解禁了 剛才說不出洗良心 是 良心即被解禁 就不再覺得有什麼 對 最關鍵的 一旦你被洗淨了 你第一個反應就是不再覺得有罪了 對 沒有罪 從現在開始我不是個罪人了 從現在開始 但是耶穌已經洗淨我的心了 是 我不太感覺到有罪了 對不對 對 無罪了 就是你肉體今天有什麼過範 你也不感覺到今天有壓力了 是 對 就輕鬆了 神不按這個過範帶過來 你首先就得按照上帝 今天在聖經裡給你的應許 是不是 你就得按照這個來走 你才能走上去 不然的話 天天感覺有罪 因為良心沒被解禁 是不是 對 良心沒被解禁能釋放什麼 沒辦法釋放什麼 先良心解禁再出去死刑了 這個人就可以適合神了 正是適合神 不然的話你沒辦法適合神 他們不是那麼講的 他們見到這些經驗全躲開了 不這麼講 甚至有人說 西班牌書那麼奧秘 誰敢講啊 那西班牌書就是上帝的應許啊 就是上帝說良心洗淨洗淨了 行不洗淨 洗淨 你看第一章的第三節說 他洗淨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執法者的右邊 說洗淨了 是不是 這段經文又說 耶穌基督的血已經洗淨你們的良心了 洗淨你們的心了 並往肉體上洗 好不好 好 耶穌的血不是天天塗你的肉體 哪都塗啊 腳的牙也塗 是不是 哪都塗 哪都有病患哪塗 就往肉體上塗 還有那種塗暖精管的 還有塗下去管 把耶穌血當平常 這是魔鬼做他們的 魔鬼就這樣 故意地這麼做 你這麼一做 就在清漫耶穌的血 踐踏神的兒子 將那使他誠誠之約的血 當做平常 你好受刑罰呀 魔鬼就巴不得你受刑罰 就叫你誤入歧途 就叫你信仰錯誤 你只要信仰錯誤 你就進不去天國 你只要進不去天國 就白麻婆了 你雖然說我信耶穌也白麻婆 這是魔鬼在教育中間伸出的手 你來吧 你不信耶穌嗎 我叫你信仰多信 這是魔鬼在你身上 在每個人身上的伎倆 詭計 魔鬼 他知道他將來的日子不多了 要下地獄是不是 他像切子皇一樣 臨死前就嘱咐下班他自己家的人 多找一些給我陪的 切子皇臨死的時候 臨死前的時候就有這樣的嘱咐 叫他的家人 給他雇佣兵馬用 買 拿錢買兵馬用 這些兵馬用以為就是張崗 你看他多好 最後把門一封都死在裡頭 你照樣幾天你受那些受騙上當 別人把你誤入歧途 叫你洗什麼去了 洗肉 洗肉去了 洗肉不管靈 因為靈看不見了 他就能洗 他就洗汗了見的 但耶穌俗的是看不見的 他將來行審判也不憑眼見 斷是非也不憑耳聞 他審判人隱密事的時候 是不是 那麼讓你知道 你要把隱密這件事情就要洗了 亞當給你犯的罪 是不是 亞當給你帶來的罪 這個看不見的罪 要給你一旦洗了 你就進入永生了 所以他把你 你不是要洗醉嗎 上這兒來來 洗這個來 洗肉的罪 怎麼洗呢 他不是一下洗性 要一下洗性就這樣 他就用人的理性 用時間那個段來分析 我前面犯的最洗性 喝完飯飯還沒翻出來呢 所以沒洗 什麼時候犯了什麼時候洗 正好中魔鬼的軌跡 中沒中 中了 這是魔鬼給你下的陷阱和拳套啊 是不是啊 這是魔鬼給你下的陷坑啊 你怎麼能往裡掉呢 你就為你個人也不應當往裡掉啊 命是你自己的不是別人的 是 你掉了也只能你將來在地獄裡受苦啊 是 你得看看我的鬼要幹什麼 我為什麼 憑什麼 主給我這本聖經我不看呢 是 我憑什麼不看呢 我為什麼孟室說這樣對 你就這樣對 那長老說完號是錯的 你說完號是錯的 你憑什麼這樣的 沒分別 別人定義端的人 你就說他錯嗎 是 別人把耶穌定十字架了 你說不說耶穌是義端 耶穌被定十字架了 保羅活活被打死拖到城外去了 這些傳真道哪一個不被逼迫呢 歷史歷代的 從亞伯的血一直到撒加利亞的血 都要定在世代人的罪 傳真道的人沒有幾個不被定義端的 是不是啊 是 穿假道的人沒有幾個被定義端的 啊 上網上你看一下 攻擊我的人多 還是攻擊那些人的人多 你可以看看 你上次搜一下那帖子 攻擊完號的帖子多 一搜完號三個字 緊接著下面就有攻擊的 並且那些攻擊的人 充分的暴露 他攻擊我的時候 暴露了他的錯誤 是不是啊 暴露他的義端 他不攻擊就看不出來 一攻擊就說馬上就變攻擊了 是不是啊 馬上就看出來他有破綻了 他自己把自己給暴露出來了 充分的接著他的帖子 說明他是錯誤 他攻擊別人不成 那叫什麼呢 反正 反正 投擊不成 反正 反正 你看清楚了嗎 你看那攻擊我的人 你上去看看 他那些話沒有依序是對的 哪怕有依序是對的也行 所有攻擊的話 全是异端的話 那不是正八景的 攻擊東方閃電啊 攻擊那些個法輪功啊 這些不是正八景的東西 他就暴露他自己的錯誤 反正二十個字 耶穌保取洗劫人的罪 那明明是耶穌保取有功效嘛 永遠有功效 有這句話嗎 有耶穌保取永遠有功效這句話 往後鼓吹掉 說是基督徒不犯罪了 這是我鼓吹的嗎 反同神情的必不犯罪 是不是 那你一反過人就攻擊他 跟他說 你就給生性來段寫出來 也給他偷偷網 這句話是哪兒的 你鬼你的攻擊了他嗎 這句話是從哪兒來的 你就 你也寫出來 頭都是網上 沒那時間 我哪有時間 跟那一狗 那純就是狗 根本不是人 聖經說沒有靈性的處理 你就跟他說正的 你說聖經記載著說 他那聖經翻譯錯了 你得看原文 你得看原文聖經 你不能看這本聖 這本聖經你就廢去了 你跟他 你能講理嗎 我說你懂原文嗎 你把 我說 你把約翰一書用原文 希臘文 你讀一遍 我聽清楚 不說話了 一個話都不說了 他懂不懂原文呢 他說原文說的 從神生的 不經常犯 不管犯 不總犯 偶爾還犯 我說不經常犯 是不是犯罪 你問他 偶爾發那句話 他就這麼說 人家就這麼說 就鬼話就這麼說 你問他有什麼用 他就說鬼話 你跟鬼那說話嗎 鬼話連天 但那些個沒有靈性的人 上網上 不找別的 不聽網友好講道 找什麼 誰攻擊網友好 誰反對他 誰寫帖子 他注重這些 注重這些他要注意 看他那個帖子 完全是錯誤的還行 他把錯誤當對的 你看人那麼多 都說你壞的 你一定就是壞的 那麼多都攻擊你 你一定 就是一端 就這麼說 是不是 我今天跟你講這個問題 重不重要 很重要的 是不是 是 耶穌受死 輸了人在前約之時 是犯了罪 對不對 對 那麼今天人正好就跑哪裏 跑新約去洗哪裏 這裏 錯沒錯 錯了 他錯我錯了 事實 善於什麼 雄辯 這裏是永遠撥不倒的 不管多少人 哪怕全世界的人都起來反對我 是不是 那麼今天 只要我口裡講的是真理 就永遠沒辦法改變 掉腦袋也無法改變 是不是啊 好 休息一會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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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